大家好 2022年12月4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第527期间消息 请就您介绍话题 10月末11月初 支付宝和微信之间的墙再次传说要倒了 有人发现支付宝似乎推出了向微信转账的功能 但是媒体实测下来 只是可以通过微信通知对方收款 而资金本身还是在支付宝平台内循环 完全谈不上互联互通 独公 为什么支付宝和微信始终不愿意解决转账问题 转账问题只是一个表现 深层因素是谁也不想让出自己的流量地盘 最新一轮的互联互通行动是2021年夏天发起的 去年9月份 工信部发言人赵志果表示 已经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要求各个软件APP 不要无故评布网址连接损害用户体验 企业不能出于自己的考虑 割裂用户应享有的服务 工信部表态之后 腾讯阿里和自己纷纷表态 要支持互联互通自己还呼吁互联网平台不找借口 尽快落实 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以外界的体验来看 各大企业的行动没有口头上那么积极 跨平台想发信息发链机转账 或者是做不到 或者是手续繁琐 比发一个快递还要麻烦 相比之下 2018年5月 国家号召拆掉高速公路的省捷收费站 各省统一清算高速过路费 当年就拆到了一半 到了2019年底全部拆完 现在中国人开车出门 如果不是要换降卡板的话 已经很难在路上感受到省捷概念了 拆掉一个省捷收费站 不仅仅是影响几十个收费员的工作 也涉及到大量资金暂时亏税保管的问题 直接改变了20年来的高速公路管理惯效 国家一声令下 一年多就能拆掉所有的高速公路省捷收费站 而转件之间的墙始终拆不掉 原因在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逻辑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 暂时赚钱是小事 流量才是经营的根本 有了流量 不赚钱也能融资 也能借钱 很多互联网企业 从上市到现在一直都在亏钱 也不影响金融企业 一直支持他们发展 微信支付从无到有 最终普及率超过了支付宝 就是因为腾讯掌握了社交媒体流量 所以互联网企业 一定要努力在用户流量方面全力 画出清晰的边界 任何模糊边界的做法 都是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作对 要颠覆整个企业的发展惯性 可能连企业创始人都想象不了 如何重建一套发展逻辑 所以工信部的号召得不到响应 为了维持流量保护边界 IT企业要雇用大量的程序员和产品营利 不断调整服务用户的方式 也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依赖 这些任务是21世纪才出现的 就算是行业老手也得摸索阶段 从工作模式来说 程序员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 更像是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匠人 而不是工业时代的工人 相互之间不能随意替换 同时普通工作人员对项目 也有一定的依附性 企业重视流量边界 基层工作方式偏向于手工业 所以大型IT企业和20世纪的 大型制造业公司不一样 不会建立可以相互替换的简单模块 而是像过去的幽牧帝国那样 建立层层分权的封建军事体制 一般来说大型IT公司的创业者 就是幽牧帝国的可汗或者说大酋长 他会自己控制一些直属的亲民管理财务 同时会把大多数业务分给 半独立的高管和产品经理 由这些小酋长分别去开拓新领土 组成整个帝国的实力范围 比如说腾讯从QQ起家 然后搞游戏 最后介入了网络支付和金融业务 也会投资一些经营实体商品的平台 最后和阿里巴巴产生了直接竞争 微信板块是腾讯的一部分 但是微信的腾讯内部具有极大的独立性 产品经理张小龙和他的团队 不可能被随便换掉 马化腾也不太容易越过张小龙 去修改微信的具体功能 所以不仅是公信部管不了互联网平台 之间的互联互通 就是腾讯内部的QQ和微信 现在也遭不到互联互通 当初微信起家的时候 从QQ吸引了不少用户 但是微信做大之后 手机QQ不能给微信号 直接转发图片和聊天记录 要先保存到相册内部 才能发过去 如果要从QQ钱包给微信转让 现在还是要通过一张实体的银行卡 才能进行 这是互联网行业内部的体制问题 不是简单的为了自身利益 去抵制国家政策 那其他国家是怎么解决支付平台 互联互通的问题 网络支付是一个新问题 历史上最相似的是 Visa和万事达两个信用卡平台的竞争 上个世纪50年代 美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个人消费爆发 电子技术提升 产生了代替现金的信用卡 无论是为了吸引资金还是赚利息 信用卡业务都很有价值 美国各个银行开始的信用卡市场圈地 最终在70年代 形成了Visa和万事达两大信用卡联盟 直到今天 这两家企业还控制着美国80%以上的信用卡消费市场 最类似于微信和支付宝的相互对抗 类似的格局制造了类似的对抗模式 Visa和万事达都一度要求加盟店铺只接受自己的信用卡支付 类似于前两年美团要求店铺在不同平台之间二选一 其中Visa卡的市场地位稍微弱一些 所以尤其重视圈地 不仅让签约店铺拒其他信用卡 还要求和Visa合作的银行签署派搭协议 不允许发其他家的卡 美国政府认定这是垄断行为 迫使Visa在1975年放宽限制 最终取消了排达协议 2004年 第四开户发现卡信用卡贷款公司 同时起送了Visa和万事达 因为他们对普通企业的限制属于垄断行为 最终Visa和万事达决定支付27.5亿美元的和解赔偿 2010年 Visa为了抵制中国银联的竞争 找了防止跨境数据泄漏的理由 拒绝和中国的银联卡互通交易 Visa向全球的会员银行发函 如果受理了Visa的双臂信用卡 走中国银联的清算渠道 让将重罚收担银行 第一次罚款5万美元 如果再罚 美国也还要罚款2.5万美元 这项措施不仅引发了消费者质疑 还上升了中美外交谈判的高度 最终Visa取消了限制 中国也提供了回报 适度放开了国内的电子支付服务市场 直到去年 Visa还被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调查 质疑Visa可能抵制了其他更廉价的借记卡 直接导致它的股价下跌 在互联互通问题上 美国的信用卡管理 是可以给中国提供一定借鉴的 为什么美国在信用卡时代 能够成功限制寡头垄断秩序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 是因为Visa和万事达的地位 没有微信和支付宝那么强势 虽然占了八成的信用卡市场 但是美国的运动卡发现卡 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且用户体验不算差 所以政府有底气处罚大公司 不用太担心大公司消极抵制 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从金融市场的方式来看 Visa和万事达自己也经历过 多家的竞争阶段 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而腾讯和阿里 在推出微信和支付宝两个平台之前 已经是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了 他们凭借社交软件和电商流量 直接掐死了其他软件的 支付市场的经营自个 从一开始就各自只有一个对手 腾讯和阿里甚至不知道 支付市场还有自由竞争的选项 从企业的发展立场来看 Visa和万事达都是银行之间的联盟 加盟银行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诉求 想在内部执行严密的垄断纪律 也有阻力 而互联网企业虽然内部也有斗争 但是通过技术手段就能圈住流量 另外中国是从现金时代 一步跨境互联网支付的 落差很大 而在信用卡支付平台之前 美国早就有发达的银行年清算提议了 用支票服务替代了很高比例的现金交易 这些支付系统虽然不如信用卡方面 但是因为历史传统 而且收费低 还在美国明年长期保留 所以信用卡企业也不能随便搞垄断 过去五六年时间 中国人快速适应了电子支付的便利 但是也付出了培养寡头经济的代价 从中美支付方式的发展来看 中国人必须在反垄断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才能阻止企业滥用垄断地位 美国最先发起了互联网革命 为什么电子支付技术 反而不如中国发展的快 第一个原因 就是前面提到的信用卡和支票 已经明显减少了现金交易的麻烦 剩下的一些采用现金交易的店铺 往往是主动逃避银行清算的 因为美国政府的税收制度 要比中国完善 非常善于用银行数据来调查企业的经营情况 抓逃税是不分企业大小的 如果想逃税 只应用现金交易才有可能 美国很多中餐馆的主要利润 就来自于现金交易提供的逃税机会 中国的税收制度要比美国粗放 也不重视用银行大数据来查偷税 对大企业上线流了很多漏洞 对于小企业和个体户 基本上就是放人态度 所以中国的小店铺不怕用电子支付 提高税收压力 这些面向普通人的小店铺 虽然营业额不高 但是最影响普通人的消费习惯 所以美国的电子支付渗透率不如中国 中国的互联网大企业 利用了中国税收体系的漏洞 快速全地 几年之内就把电子支付的比率 提高到90%以上 从提高社会效率的角度来说 这是好事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美国的支票和信用卡时代的便利 到了下一个时代也会阻碍新技术的推广 现在中国的电子支付技术 已经完成了更新换弹 但是在体制上 各大互联网公司 还是坚持自己跑马圈地时代的经营模式 根据本能去搞垄断 这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新一次产业革命的落后 必须由政府出面 用严厉的法律 给这些垄断企业制造压力 逼他们放弃圈地发展的经营思路 就在传闻微信和支付宝互通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腾讯和阿里这些企业 都有可能会被国有化 独工 这是不是破除垄断的一种方式 垄断问题必须解决 但恐怕国有化不是个好想法 前面有提到 大型互联网公司圈地发展的模式 类似于历史上蒙古和突厥这种幽木帝国 现在说起幽木帝国的统治模式 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缺点 比如说野蛮残酷 诸侯格据容易内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幽木帝国往往要比农业帝国更有活力 更积极的扩张地盘 蒙古扩张 对于欧亚大陆的很多国家来说是灭顶之灾 但是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哪国家的领土 能够超过顶峰时期的蒙古帝国 在生产力还有增长空间的时候 扩张本身就是最大的合理性 一俊哲百丑 我们批评支付宝和微信钱包 并不是因为他们搞扩张 而是因为他们在没有扩张空间之后 还是要像扩张时代一样看中地盘 宁可影响用户便利 也要控制流量 如果换成国家直接经营的话 我很怀疑国有企业 能不能在扩张中淘汰低效率的团队 做出更符合群众需求的互联网工具 我举一个例子 今年是2022年 9月30日 有一个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忽略的新闻 就是中国移动终于解散了飞信团队 放弃了自己开发社交工具的努力 在这之前好几年 飞信就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遗忘了 换成任何大互联网企业 都不可能把一个失败的团队养这么久 很多人考编制 争取国企职位 说这是上岸 认为终身雇佣制有安全感 但是作为普通公民 我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国企的股东兼老板 要从国企的盈利得到好处 为国企的亏损承担财政补贴 飞信的案例说明 国企内部还是太和谐了 不适合在群众需求快速提升的年代 去开发日常的互联网服务平台 铁饭碗对于吃饭的人来说是个安全感 对于制造饭碗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就算话题只限于反垄断 国有化也未必是个好选项 还是用飞信软件当例子 最高峰的时候 飞信也有接近一亿的活跃用户 是国民社交软件的重要竞争者 但是当时的移动公司部门负责人得意忘形 决定只允许移动公司的手机用户 接受飞信内容 想利用飞信的相对优势 去挤死其他通讯公司 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 结果不仅是移动公司输了 连飞信也快速退出了市场 变成了用国企资金供养的负面资产 所以至少在当前这个阶段 我不认为应该对大乡互联网公司 搞国有化 重点还是应该加强反垄断的监管力量 加强集体诉讼制 让带头维权的群众代表能够捞到好处 让律师通过搜集反垄断证据能够发财 这才是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的最佳路线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之前的一些发言 2020年1月31日 第71期之前消息标题是 防疫反应过度也会杀死中国人 当时我表达了对过度防疫的担心 最近几天 在各地干部被中央的命令激活以后 隐瞒和消极维稳的情况已经基本消失了 但是似乎有另一种负面趋势在发育 就是很多地方都能用假积极的方式找存在感 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浪费资源是小事 乱决策 增强疫情 这就麻烦了 比如说1月25日 天津要求全部公务员返港上班 只有已经进入湖北的除外 1月26日 山东很多地区也发出了类似的要求 公务员全部上港 如果这些地方的疫情发展到几万人隔离 需要所有公务员部分职务都带上防护服 去隔离区执勤 我觉得都叫后来也合理 但实际上 在天津和山东发命令的同时 全国被隔离的人口总共也只有3万人 大多数集中的湖北 北方省份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人力 何况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力 在全国都延长假期的大背景下 提前把几十万上百万的公务员拉出来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公共卫生隐患 地方上出台类似的政策 恐怕很多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努力防疫 而不是为了真的防疫 最近几年 在国家严查统计造假以后 天津和山东都出现了严重的GDP缩水 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现象 现在中国每年的医疗卫生总开支是6万亿左右 如果没有这每年6万亿 人均预期寿命可能要减少十几岁 有上千万人会快速死亡 这粗略的说 医疗投入每减少几十万 我们就会杀掉一个中国人 所以从统计角度来说 人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价格 如果经济停滞或者萎缩一个百分点 就必然有几十万人额外死亡 中国经济停转一天 公共卫生系统就必然少拯救上千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 死于流感 死于救护车不足 还是死于心情肺炎 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虽然疫情严重 但也不能以防疫为理由 随便跟整个国家的经济制造额外阻力 放假和阻断交通 都必须适可而止 服从国家统一安排 否则不仅不符合效率 也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2022年的今天 全国各地都在快速放松防疫政策 我把当时的发言翻出来 不是想说我有先见之名 而是想提醒社会 制定政策的基础 不应该是非死即彼的立场 而是通过考察社会 获取的量化数据 疫情持续到第二年的时候 社交媒体上的争论 已经开始两极化了 仿佛只有清零和躺平两种选项 现在疫情持续到第三年 我发现 不只是网络言论两极化 地方政府的选项也开始两极化 真的会从不惜代价的清零 一步过渡的毫无控制的躺平 我的确一直说 无条件的严管清零不可持续 但既然不可持续 就应该早点为全面感染做准备 用一个平缓的过渡 来最大限度减少冲击 比如说提前几个月 就应该逐步建设 针对呼吸道疾病的检疫SAO 一方面要立法强制所有人打疫苗 另外一方面 要建立国家补贴的疫苗保险制度 提供远远超出工商补贴的补偿 让所有产生副作用的人 却没有获顾之忧 甚至中国可以考虑 分省区有控制的放开 每次只放松几千万人的防疫要求 同时在全国集中医疗资源 解决这几千万人的冲击 然后再转移医疗资源 去放开下一个地区 疫情已经持续了三年 我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 做这些准备 但是因为一度清零成为了基本原则 所以为放开做准备的事情 提都不能提 很多地方用作隔离的方舱医院 都从地平线修到地平线了 在卫星地图上都藏不住 但谁也不敢说拿出一部分资源 准备迎接全面感染 到最后 无论是建方舱隔离 还是做核酸保持颜面检测 地方政府都不愿为强了 甚至人民群众的耐心也耗尽了 全社会的被动状态下 选择了实际放开 很多人会说 三年时间太短了 不足以训练足够的人力迎接冲击 所以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这里我要提醒各位一个基本数据 中国每年毕业的医学相关专业学生近百万 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成为医生 过去三年 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些受过 基本医学训练的人力组织起来 针对老人和基本的呼吸道疾病 做救急训练 早就拥有上百万额外的医疗力量 来面对冲击了 我们不是没有机会 我们只是缺乏主动应对变化的精神 从现实来看 当初监视清零 不允许反对意见发话的人 就是直接导致了现在事实上躺平 导致社会的无准备的状态要应接冲击的责任人 这一点甚至也体现到我们媒体行业了 大家看看各个媒体的社论栏 看看自媒体的发言风格 那些前一年把清零说成信仰的社论作者 那些几个月之前还诅咒任何其他方案 是外国阴谋的自媒体人 是不是最近都在集体集转向 开始为全面放开唱赞歌了 对于这些言论来说 人命是一文不值的 流量和认同感才是唯一值得关心的事情 当然媒体的问题还是小事 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决策信誉问题 包括新疆在内 很多省区最近都出现了防疫政策的全面转向 公开的理由是清零工作出现成效 可以让群众自由活动了 但所有人都知道病毒不会这么听话的 各地的病毒也不会相互约好了一起退场 各地的政策一起转变 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地方政府已经耗尽了财政能力 也丧失了严控社会的能力 在压力之下被动做出了选择 从前面的反垄断话题来看 中国社会还远远成不上完美 需要频繁做出变革改造政府的管理模式 才能促进生产力持续进步 但是最近的防疫方案转向又说明 如果我们的政策往往是被形势推着走出来的 以后再出新政策 群众就不会相信这是引领时代的新思想 反而认为必然是形势所迫之下 不得不做的被动应付 群众对政策的先进性产生怀疑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必然会给中国社会进步制造巨大的阻力 我们必须尽快做几件能够修复信心的事情 让群众通过充分参与去理解改革的比较性 好 527税前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 随后我会发在税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我们周二再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